这个红衣女人正在卫生间呕吐 这时 外面走来一个白衣女人 用拖把插住她的门 折断后 走进了旁边的隔间里 红衣女人正在那门外面 是什么动静的时候 旁边隔间白衣女人 从上面露出了头 这形象把红衣女人吓了一大跳 白衣女开口 就要她脱下身上的衣服 红衣女以为 遇见了变态想逃才发现 我们已经打不开了 这女人名叫阿莲 她抢来人家的红色礼服裙 是为了约会 男友六峰是她的学长 这是他们第一次约会 单纯的六峰以为 阿莲只是在开玩笑 却不知阿莲是个变态的杀人狂 她应该是属于那种反社会人格 只要是某个人 让她感觉有一点不爽 马上就会被她给干掉 最近校园里 好几起命案的凶手都是她 而六峰是解剖学院的三好学生 每天和好友阿飞 都会学习到很晚 最近两人正在研发一套 提取死人记忆的装置 一天趁着六峰 在实验室洗澡的时候 阿飞恶作剧伪装成六峰 随便拨了一个院内的电话 听见对方是女生 就邀请人家来鸳鸯狱 巧的是 接电话的正是阿莲 她过来 本来是想干掉调戏她的人 此时的六峰 哼着各队逼近的危险 毫不知情 但当阿莲看见垃圾桶里 一双戴写的手套时 她心理上忽然发生了变化 对眼前这个 男人有了莫名的喜欢 变态的心思 咱们也猜不透 我个人以为 六峰经常解剖尸体 而沾上血这点 恰好吸引了 同样经常沾血的阿莲 阿莲解释 自己路过好奇进来看看 然后主动邀请六峰 有时间出去做做 俗话说 女追男哥曾杀 所以就有了前面 两人约会的剧情 喜欢恶作剧的阿飞 死心不改 又随便播后 模仿杀人狂 吓唬别人 这次 她居然又播到了 阿莲的电话 而阿莲一下 就认出了她的声音 本来阿飞以为 阿莲在吓唬她 但阿莲专门又回播了电话 把杀人细节说得非常详细 边说边走到了实验室门前 阿飞无路可逃 吓得躺到手术台 假扮尸体 等阿莲破门进来后 一眼就识破了她 因为她在白布下 抖成了一团 甚至吓得尿了裤子 恐惧的阿飞 想从旁边爬柜子逃跑 阿莲再次挡住了她的去路 阿飞拿起手术刀 威胁阿莲不要靠近 可怜的阿飞被扎了好几个洞 变态的阿莲感觉还不过瘾 用实验室的电动起重机 勾住阿飞的身体 把她给吊了起来 第二天等六峰来到实验室的时候 阿飞早已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警探看了现场后 认为这是同一个凶手所为 为了给自己的好友伸张正义 悲痛欲绝的六峰告诉警探 下次如果发现死亡两小时内的受害者 就交给她 她研发的装置 可以提取死人的记忆来抓住凶手 警探答应了她 新鲜的受害人马上就会出现 因为警探走访学生的时候 也找到了阿莲 有目击者称 阿莲进过实验室 阿莲听到警掌对她有所怀疑后 就把警掌请进了房间说 有重要的线索要交代 然后 警掌也被干掉了 阿莲把她的尸体扔到了野外 不过很快警掌的尸体就被发现了 很新鲜的就送到了六峰的实验室 六峰也没想到 警掌这么客气 亲自变成受害人 让她来研究 她把警掌放到提取记忆的装置上 很快警掌生前记忆的画面被调了出来 但遗憾的是 刚提取到关键时刻 机器就失去了信号 不管六峰怎么努力都无法再次连接 不知不觉中 就到了凌晨三点 六峰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累得睡了过去 警掌在机器上躺着依然没有信号 累到头疼的六峰来到卫生间 准备吃个药 缓解下头疼 六峰发现警掌变成了 没有心跳的活死人 één 二峰月 五峰月 六峰月 六峰月 五峰月